他會給你帶來歡愉 他會給你帶來很多歡樂 你帶你老婆到最遠的地方去哪裡 哭車了 不要哭了 你哭了 還沒哭啦 還沒哭齁 幹好累齁 看一下 哇 飛亞特 Panda 你有沒有那個關注動物園的Facebook 沒有 最近生小孩啊 不知道六個月大 幾個月大 好小 有沒有 熊貓 可是看起來比較熊貓 我覺得這是很可愛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是2014年 氣有1242立方公分 剛好超過一天二的最近 有些人會覺得 哇 這樣很賣 台灣人就是有這種習慣 什麼都要算賣賣賣 對不對 CP 那你算算看 你一個禮拜跟你老婆 摔幾次 你說賣賣賣 你有沒有認真算一下 算 對啊 你算看看 可以負貨 這次 HonESS braking 1次賣給3千 5000些 rate 沒有啦 不要說誤化女性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什麼東西 都這樣算嘛 剛用算的 它會給你帶來歡愉 他會給你帶來很多歡樂 對啊 你帶老婆到最遠的地方 去哪裡 東京 德國 大家 老婆到最遠的地方是天堂 bukan 身上有通往天堂的鑰匙 甚至你可以飛翔通往天堂的浩角 開頭就要這樣 你知道現在我電視都沒辦法上 不是你不要去的嗎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講話太粗了不行 我們要含蓄一點 要不然都沒有人敢找我們業配 不會啦 要當乖寶寶也是可以的 2004年的喔 潘達然後方方正正的 接下來就是假掰看這世界 欸全景天窗咧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啦 全景的 真的喔 我跟你講喔 潘達那個年代啊 有全景天窗真的很少 前一代菲亞特的Ponto Ponto還賣得滿多 其實Ponto我開過好幾台 當時喔 它舊款呢 有一個叫Ponto 甚至有一個叫 Bravo Bravo 對 真的有這台車 我也開過它 Bravo有手排有自排 1600cc的 然後之後那個同時期 還有菲亞特Ponto Ponto有1200cc 1600cc 1400cc 我這邊他媽倒背 那是老屁股的 時代顏色 1200cc當時是 這個CVT變成這樣 1400cc當時有 配備一顆小窩輪 3號的樣子 它是這個GT 手排的 1600cc當時也有出 手排版本 好像沒有吃排版本 我記得1600的Ponto 就手排 之後在下一代 1999年之後又改款 出了 新NuPonto 然後它有1200cc跟1800cc 叫做HGT 改成自然進氣的 之後就變 天啊 我問你到底叫熊貓 還是叫貓熊 我不知道耶 到底是熊在前面 還是貓在前面 貓熊吧 熊貓吧 熊貓 我不知道 這到四十幾歲 我還不知道到底是熊貓還是貓熊 這樣會很丟臉 不會啊 這忍之士 科普 好不好 你知道的觀眾朋友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這一台是這個 應該是 單離合式機手排 1200cc 沒記錯的話是怎樣 它車真的很小 你看啊 我那 這比較大張 站在它旁邊 有車真的很小 很可愛 它這個 方正的造型 有一點像日本的那種 客套 還有車比金 這樣真的很可愛 我先看有沒有撞桌在這邊 欸 雞皮 我先講齁 你看它鑰匙為什麼那麼多 就這 當時這個 晶片就高掛了 這我也吃過龜 當時的藍吉亞啦 反正這種義大利的東西 就是義大利的雞 就是高掛啦 對啊 就是 它的晶片其實 坊間很難破解 所以通常你如果遇到一些 鑰匙掉了啊 或者是門被挖過啊 因為它鑰匙都有晶片配的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增加一支鑰匙 嗯 所以我沒有意外 我沒有猜錯的話 像它這樣的鑰匙 一個應該是開門 一個應該是電門 發動 一個應該是油箱這樣 它的設計真的 可是我跟你講愛的人 愛的鑰匙 伊大利 伊大利耶 我伊大利 不是咧啦 好 不是喔 我都未開 欸 插都插不進去 靠一下 欸 看到了插不進 有沒有 開門 欸 不是 這不是油箱欸 這個 所以它油箱不用好好看 啊 不用 它油箱不用 哦 有 海隊有啊 對啊 哦你看油箱不同隻 真的 啊是要幾萬了 欸我沒辦法加油了 哈哈哈哈 後面在扒了 哦 要多久 哦 這一隻啊 剛剛那隻 差錯了差錯了 撞好 沒有 撞去 有沒有 鑰匙要一隻 然後 啊 啊 我拔不出來了啦 糟糕啊 欸 有冷水嗎 我來泡冷水 欸 幹 為什麼要破了這嘴 知道啊 糕啊 然後電門應該又是第三次 你看到幾品沒有 二年四年跑六萬多 這車不買對得起自己的嗎 對不起 那你買 哦 交給你了 等一下你直接去跟他出 看要跟他出多少 等一下你跟他買一買 好不好 你回答那麼快 錢都不是你們出的 欸 你們出去買都很爽 對啊 啊 哇 這個就簽下去了 對 那不是我買的 你跟柯董說 欸 一觸及八還不錯 剛剛這一個按鈕不知道 這是什麼 等一下它這個做紅 我怕一拉我會不會被彈射出去啊 我沒有忘了 哦 前面已經蓋了 看到了 欸 後面的 後箱 後箱開了 好 先看一下有沒有撞 哦 我跟你講開這種車 我覺得這車子真的是內 開這種車就是不能貼隔熱紙 或者是要前色的隔熱紙 嗯 才顯得出你們的那種 special 通常你開後門 黏住很難開 就代表是後門很久沒有打開 沒事兒 沒事兒 欸 真的很可愛 超級方的 倒一跳進去 嗯 紅色的車其實還蠻好判斷有沒有撞過的 因為那個漆只要一轉過白色 其實超級無敵的 就有明顯 對啊 有沒有看到 咪咪 沒有 哦 中程度有夠沒有的 哈哈哈哈 中程度有夠差的啦 哇 不錯 保持的 它沒有撞過 嗯 看就知道了 哦這個氣味很懷念你知道嗎 這就是義大利費亞特的內裝的味道 真的這個牌子也是把我們墊到不要不要的 以前的費亞特 在台灣很容易沒有水溫的問題 風扇做太小 你知道 義大利是天氣可能沒有那麼熱 對啊 天氣的關係 它來台灣的風扇都太小 所以以前的舊胖頭 甚至舊的 我以前還開過那個Goubet Binni Farina 做的 Binni Farina 後來幫人想不開去做現代 Matches 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 那就像張惠Matches 像牛肉廠一樣 你怎麼會想到有一天要去上牛肉廠嗎 我想不到 這樣會不會搞 不會 不會 你只是比喻而已 形容嘛 對啊 形容嘛 形容一下 設計 汽車設計大師 Binni Farina 跑去做現代汽車 錢 錢砸的夠多 對啊 就是經濟考量 小的賣 賣笑不賣聲 錢一直砸一直砸一直砸 不要說笑跟聲都給你了 看你要什麼都給你了啦 你知道 一千塊不要 兩千塊假笑這樣 三千塊我還要 四千塊給我抱抱 五千塊 衣服脫腳 六千塊紫色奶照 欸 我怎麼都會背 欸你雖然這個車舊 04年16年了 你可以看的是其實它的漆還髒而已 最近天氣不好髒 嗯 其實漆還蠻亮的 而且傷可能我剛剛目前看到 就剛剛那個尾翼嘛 嗯 好懷念這個龍褲座 可是你看它這排檔頭都已經 脆色了 你看它當時構造很簡單 它這個是接近手排的自排 這是最早的自手排 單離合器 所以它換檔一定會有個頓挫 之後如果有買到四車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車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所以說它停車是停在N檔 它不是P檔 它不會鎖定 它跟手排車一樣 你看它現在停車的時候是在N檔 對 它只有N跟R而已喔 剩下沒有了 再來就是加減 它就是有一個抑壓球在幫你採離合器 所以這個很像以前的雪鐵龍 以前的雪鐵龍C2啊 它其實就是一樣的機子 所以它原本的變速箱設計就是手排的機子 其實當時有人誤會 以為C2原廠就有手排 台灣其實沒有 C2當時進來的時候啊 一律都是自排的 那是因為當時的經銷商 來到台灣之後 再幫你改那個手排套件上去 然後當作手排的賣 所以其實當時進來的一律都是自排的 以前的雷諾Twinkel也有 就是改成那種自動手排 它那開起來就是很鳥 因為有一個不知道的人 在幫你採離合器的感覺 欸你看 我好像老骨董 手側還熱 皮都還有 你看 胡亚兜 以前胡亚兜就是藍色跟深藍色 手側的顏色你看 我們都幫它老屁股都記 這車很可愛啊 開起來不知道有沒有有力 因為從那個Ponto啊 GTAGTV我都開過 我都玩過 之後我最熱色就有點 沒那麼多時間去玩它了 因為它真的是脾氣有一點 不好 對 看你應該有沒有撞 我還沒開很舊 2015年 不過看得出它應該沒什麼在開啦 因為你看喔 它2015年開 它的胎毛還很長 有沒有 胎毛還很深 這台車我覺得跟它的底層數 是有符合的 你看這火梳蠟都這樣 痛苦 這如果下大雨啊 甩大力一點會不會射出去 整隻有沒有 咻 嚇出你以後 還是蠻危險的 沒有 而且有可能會打到車漆 你知道嗎 有狀況 其實有時候喔 這個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以這台車來講 為什麼我會掀起來 很快就看我 對 只要掀起來不要太誇張太嚴重 裡面的龜啊 大梁什麼 皺到亂幾包 基本上一些輕微的碰撞 都是可以接受的 一個是它產生的原因很低了 第二個是這個車 我們貪心只貪在它的里程數 還有一個就是數量少 真的一整年遇不到一台啦 真的 我們出去孤車一整年孤不到一台 太算你也來一年了啦 也第一次來 第一次看到它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種車我們的 我的重點不是我們啦 我的重點已經不是擺在說 有沒有什麼晃過葉子板 引擎蓋有沒有晃過 其實它真的不重要 它產值真的也不高了 這一般我們在估一定是個位數 直接就在這邊 媽破題分享 好不好 我跟你講不管它是媽04年 還是08年都 我跟你講 沒有差的 一切都看車況了 內裝的狀況 引擎機械的狀況 不要有太大力太嚴重的泡水 或是事故到很誇張 弄死人 弄到拚人 人在那裡死去都不要去 人在那裡死去你知道嗎 不是啦 我說那些東西比較重要啦 如果不要是這些情形都沒有關係 好我看一下天窗有沒有好的 這個後車廂按鈕應該是加裝的 因為它 原本可能要死開 它應該是去加裝這個電控按鈕 比較方便開後車廂 所以這個車我如果放手煞車 它應該是會滑動的 還真的 他掰掰 他就是 他就是手排車打空檔 欸!開始 喔!可以啦 欸!很快欸 欸!很順 比上次那個COPUS好多了 很順欸 COPUS要死要死 喔!欸!我以前運動過欸 喔!上鮮 喔!好快喔 跟泰山 吃東西一樣快 喔!對!對! 喔!我最討厭這個 旋轉式的椅背 那你就帶一個妹 啊!來車上恩愛一下 好! 等一下!等一下! 快躺了 然後弄完了 把它滿身大汗了 這台車躺一下喔 可以啊 欸!等一下! 要來一下是不是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好不好!好累喔 還要轉兩個 對!要轉兩個 那後面喔 後面就只有 後面就只有透光了 前面可以上清 跟後開 反正喔!我跟你講啊 觀眾朋友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了 嗯 不管心理跟生理都充滿了愛意 這個車 有四輪傳動嗎? 沒有 沒有 以前舊型的那個 Ignis啊 日本有一台車叫Ignis 這樣做的跟這個蠻像的 也是方方小小的 它有飛海盜板就是四輪傳動 喔!我剛剛講義大利很會做東西 是不是啊? 義大利它做的車啊 像我個人 我超級非常喜歡 飛亞德500 我真的覺得那車 不管是新500 舊500 都非常的漂亮 我自己個人很愛的車 真的心裡 很想要擁有的車 其中一台是飛亞德500 其中一台車是 大發的Coupon 圓燈的喔!不是新型的 新型的車頭真的有點像86 那不行 我喜歡圓圓的車款 喔!事實證明得正了 我就是喜歡圓圓的車頭燈嘛 意思就是這樣嘛 對喔! 兩台都是圓圓的車頭燈啊 不是我覺得那個很有 古典復古的那種 氣質在 我很喜歡 你就算是那個野馬 我也是喜歡圓燈那種版本 很多那種舊的老的經典車 圓燈的我都很喜歡 方燈我都想把它改成圓燈 迷你呢? 迷你我比較喜歡最舊型 最舊迷你 小台的那台 就那個孟坡開的 遙宇寮 遙宇寮 對對對 SYZ 留言板 我們再這樣下去 我們這變成90懷舊頻道 差不多 反正我覺得我喜歡那種圓燈的 好啦!這種車 你看我們眼神充滿了愛應 就是去跟車主聊一下 因為我跟你講 這種車你也不用太跟顧家了 欸!他用內坎四行雨霜 你知道內坎四行雨霜有多貴 內坎四行雨霜 就是它插在那個水切裡面 軌道裡面 然後用窗戶去擠壓 壓住它 這很貴 這那時候買啊 我買一組要2000多塊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辨別 可是內坎四行雨霜 比較有質感 比較不會貼一個東西 在這邊很醜 通常我的習慣 沽這種冷門車 我不會去給他價錢 他給我價錢 那這種車 通常也許 他們有在社群社團裡面 SB搭混 而且會開這種車 我跟你講 也是都老屁股 搞不好比我們還老的老屁股 所以我們不用跟他 講什麼估價的問題 直接就問他說 你要賣多少 這你比我清楚啦 這車媽 我跟你講 他一定都比我們了解 直接就是切他中途的 看他賣多少錢 直接喊一喊 就跟他出價沒意義 出地被人家笑出高 你會攀那 那你說一般國安車來啊 來啊 大家來監控賣 因為為什麼 出去 你走到哪裡 估搭 報的價錢 都不會差異太大 這種車容易有差異太大的情形 我們社團都賣二十 幹什麼 過菇五萬 今天就講小便 何必咧 真的 好我直接去問他賣多少 好 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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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菇 好幾百啊 跟大家分享 04年的潘大 熊貓還是貓熊 還是不知道 乳金還是個名 我們跟客人買的價錢 是八萬塊錢 留言不要再說 什麼太貴 什麼什麼 那個已經不存在 那個問題 就是 你情我願 對不對 打開話後 2S EH 還是EH EH 大家講好就好了 一菇 你會去試車嗎 對 應該要 這個車很難找 我買回來 這是為了要開箱試給大家看 要不然我買在幹嘛 我跟你講啦 現在前面要被我們弄的 會計已經用擠的了 剛剛不是我弄的 哈哈哈哈 幾萬塊的預送 我們還是有的 好不好 那幾十萬 就不一定了 哈哈哈哈 好不好 記得訂閱 分享 留言 然後 我們才有更多的動力 去分享 我們的後台 一半都免費 看的有訂閱 就三成 所以代表我們其實是有百萬訂閱的實力 是你們都媽什麼的按下去 對啊 按一下嘛 對不對 很奇怪 到底按一下是不是會怎樣 按一下不會 就不用你花錢 來啦 來我再詛咒一下 如果不按的話 哇塞 這次是什麼 每天溫度過高 每天爆水箱 爆水管 用詛咒好像比較不好 還是說你如果訂閱的話 你會每天平安喜樂 將會比較有說服力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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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用詛咒就對了 對啊 跟說的都不聽就對了 大家追求應該都不是平安其樂 好處就可以就對了 一定要用錯的用詛咒 用酒菜的這樣就對了 訂閱拜託平安喜樂 Namaste 嘿 我祕託好 好 掰掰 掰掰 請 走 關 лес 一 一隻好可愛 義大利坐車就是 我坦白說義大利坐車 就是它的水準 就是很像日本人的包裝一樣 它日本有的東西 你去日本買 哇 盒子看起來好好吃喔 有沒有 買回來 吃那麼曬 中薑好幾次好不好 普通沒有那麼好吃的盒子 對 就是沒有它包裝的這麼有水準 對 你會低於你的預期 不會像曬 對 吃起來會低於你的預期很多 欸有啊 媽有出一個噗出來 哈哈哈哈 只要玩特地媽從日本把它帶回來 浪費我的媽的行李的錢 在通常上的電影 得到